大家好,在節目一開始 大家別忘了幫曹島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按全面接收,謝謝您 今天要介紹兩個地方 都是在台東縣的台東市 一個是加入蘭海岸,一個是小野柳 我們現在在台11縣157.7K的地方 也就是加入蘭油漆區的停車場 不管你是把這個地方當作上廁所的地方 還是拍照的地方,都適合來這邊看一下 反正不用門票嘛 這個地方原來是空軍建設制航基地的時候 它的廢棄土製場 經過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很多次的規劃整理之後 以生態工法開發 目前已經成為了相當熱門的修氣區 再加上每一年都有舉辦首創詩集 所以受到很熱烈的迴響 讓加入蘭修氣區成為自然跟藝術氣息兼備的海岸 所以這邊少不了一些裝置藝術 但是這個藝術呢 又肩負了環保的責任 很多的建材 都是用原始的材料來建制 什麼叫加入蘭呢 它就是東河鄉阿美族的部落 他們把它稱為洗頭髮的地方 因為附近的小溪 含有很黏地的礦物質 洗完頭髮以後 感覺非常的自然 潤石亮麗 因為這樣而得名的 從這邊很容易就看到太平洋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比較適合放風箏 往遠一看 就看到了綠島 從這邊如果想看到蘭嶼的話 是有點困難 前面看到的是都蘭山 都是屬於海岸山脈 有藍天 有白雲 雲在山的上面 下面是水 這應該叫雲山水吧 所以在花蓮台東一帶 太多地方是有雲 有山有水的地方 都叫做雲山水啦 而天上那種蘭呢 應該叫做台東蘭 不是蒂芙蘭喔 這個地方都沒有電線乾 所以放起風箏來 很舒服 小朋友在這個草坪上面跑步 也很安全 只是少了一個遮蔭的地方 夏天很熱啦 但是如果春天跟秋天來這邊的話 就非常的涼爽 在台東縣的沿海地方 有很多的裝置藝術 這個地方就是首創市場的新據點 一群東海岸的藝術創作愛好者 用感激的方式聚集在這個地方 來分享他們的夢想跟生活方式 展示屬於他們的創意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富剛地址公園 也就是俗稱的小野柳 停車一樣絕對沒有問題 停車場的附近就有遊客中心 還有一些販售土產品的地方 當然啦 少不了就是廁所 既然叫做小野柳 那一定有原來的野柳 那我們原來的野柳 就是在萬里那個地方 另外一個小野柳 是在宜蘭北關海潮公園 而目前這個小野柳 就是在富剛漁港北方的海域 也就是富剛地址公園 它是東部海岸最南端的風景據點 因為地形跟岩石 在種類上 跟北關野柳的外貌很相像 所以就被稱為小野柳 這個裡面有遊客中心 販賣店 露營區 還有海邊步道 來到這邊呢 除了欣賞不同類型的奇岩怪石以外 還可以觀海聽浪 賞魚細水 天氣行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 33公里以外的綠島 尤其在這邊露營 別有一番滋味 正前方就是廁所了 我們順了這個平台 往下走 往前走 沒有來過的人呢 反正就跟著別人走就對了 看到前面那麼多的樹 太陽照下來 有很多的陰影 說真的 像這樣的拍照很難拍 有可能你的臉 一塊黑的 一塊白的 也就是一下亮一下暗 我們再繼續往前面走 像剛剛啊 我們可以先到遊客中心 先了解一下 富剛地質公園的生態的演進 跟變化的過程 參觀完以後呢 我們再慢慢的走到海邊步道 當然啦 如果你很趕的話呢 就直接衝下來就好了啦 沿途可以欣賞到 像白水木啊 林頭啊 黃景 海藻 一些海濱植物 這邊邊走啊 不時還可以聽得到鳥鳴聲 就像走在椰林步道一樣 偶爾如果你有看到涼亭的話 再休息一下 沒看到 繼續走 這裡不用走很長的路 現在我們走這條路 往海邊的路 其實不只這條路喔 有很多條路 都可以通到海邊 都可以看得到 那些很奇怪的岩石 富剛地質公園的海岸 它是由厚城的沙岩 跟薄城的泥岩 交互成績啊 因為地質構造的變動 讓巨大的沙葉岩上下導致 珊瑚礁又覆蓋上去 海浪長年累月的青石沖刷 外貌上形成了規則起伏 沿層面的結裡 又出現非常清晰的幾何線條 呈現出造型很奇特的地質現象 包括什麼單斜雞啊 蜂窩岩啊 龜鎮岩啊 豆腐岩啊 殉壯岩啊 這些名詞都是我們人類把它創造出來的 反正像很多烏龜在一起 就龜鎮岩嘛 像豆腐石塊的 那就豆腐岩啊 像蜂窩的 那就蜂窩岩嘛 這裡就像一個天然的雕刻公園 美麗美麗 令人嘆為觀止 有人問說在這個地方要停留多久 你就要看那天太陽大不大 不過也有朋友喜歡曬太陽 而我在這個地方 整整佔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為什麼呢 幫團員拍照啊 不過我有戴帽子啦 拍完照之後 我的手都是燙的 褲子也是燙的 有些朋友把鞋子脫掉 襪子脫掉 腳泡在水裡面 還可以看得到熱帶魚啊 這邊又看到了 綠島啦 有一點點朦朧啦 在台東呢 你能夠看到外海的 人間度夠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綠島 而在宜蘭 你能看得到的就是龜山島 龜山島比較明顯啦 長得像烏龜嘛 如果在基隆呢 看得到的就是基隆雨 各位看這些石頭 一排一排的很整齊吧 還有人在釣魚喔 我都覺得好危險喔 不過這是一種成就感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紋路 很漂亮 這個都是大自然的傑作 或許一百年以後 還有新的變化出來 好啦 我們今天的解說就到這了 祝大家旅途愉快 掰掰